如果出現日期兩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把這一列給刪掉 這樣子刪掉 可是如果說以前用圖法列的方式的話花時間 但是如果你用VBA來寫的話 這樣會簡單做 前面我們講過說 為什麼要從後面往上刪除 應該有講過吧 假設我們如果由上往下 你會發現找到之後 假如說我把102列刪掉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103列會向上地步 變成它的位置 如果103還是我要找的 那就會亂掉了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換一個方向 假如說我今天 從下面一直往上刪除的話 那我一直往上走 找到 1116 我把它刪掉的話 那我要再找 就往上找 如果刪掉它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下面往上地步 可是我要往上 就不會影響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將來如果在VBA裡面呢 你要做刪除 資料的話 無論是列 無論是欄 無論是工作表 其實反向刪除 這一點還蠻重要的 可是要怎麼樣 反向刪除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1 先到那個什麼 因為我相信程式寫 我希望解決第一個問題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 我叫做刪除列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刪除那些多餘的列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刪除列按確定 它會在下方的幫我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的話 我講過 程式的只有5行 第1行是回圈 4i 就是列 等於第幾列呢 最下面列 最下面列的話 我們就是 Ranch 向下追蹤 等於是 本來2到最下 它有顛倒一下 就是最下面列 從 可能A1 向下追蹤 and 然後呢 錢瓜糊 向下追蹤 我先把最下面列寫在前面 到 第2列 為什麼要第2列呢 因為第1列是我要保留的 所以不能夠3 Enter兩下 Next 不過特別注意喔 現在呢 這個 偵測到一定 它會幫我把什麼呢 幫我把向下追蹤到 1122 這個 處置喔 幫我怎麼樣 轉移到這邊來 所以是 1122到2 那越來越少嘛 所以呢 記得喔 如果你是前面大後面小的話 請記得 請你在 2的後面加一個 Step Step是階層的意思 那 預設是Step1 不用 Step1 你可以 不用打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越來越少的話 記得是Step-1 意思就是說 我 會 越來越少 而不是 越來越多 因為預設值是Step1 是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這個Step-1的話 它變成說它跑這個 1522之後的話 下一個就變1523了 它不會 它會往下 不會往上 OK特別注意喔 如果加了Step-1的話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越來越少 所以它會怎麼樣 1522 1521 一直往 往這個方向 預設是往下 往下就不對了 就沒有了 OK 第一個 反向 反向的 迴圈 這個要學習 第二個的話 就做什麼 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呢 If 我的A欄 所以你打一個Sales A欄裡面的儲存格資料 那就是 A 打一個A欄就可以了 它裡面的資料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兩個字 叫日期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給它一個邏輯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是日期的話呢 Zen 然後做什麼呢 然後呢就是幫我把 內衣列給刪掉 這邊的話呢 都會 補一個N的一幅 刪掉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哎 記得喔 內衣列 怎麼表示呢 Raw 加S Raw 就是那個列 刮鬍之後告訴他說 因為我找到的是內衣列 是I列 所以內衣列 幫我怎麼樣呢 刪掉的話 就電 叫Delete 這樣就OK了 Delete Raw Raw 我們好像 我記得好像 我們有學過的是Delete 它另外有個插入是 Insert 好像有印象 如果有忘記的話 你可以 回頭看那個 好像日期與時間函數 那個年曆裡面 好像有提到 這個部分 Delete 好像Delete 打錯了 應該是 如果 你這個字不會拼 你可以 看一下鍵盤 鍵盤上面 那你打字 一律是打小寫 移開的話呢 如果有變大寫 那表示呢 你這個字沒打錯 如果移開還是小寫 你就要知道 你字打錯了 所以我的習慣 就用這樣的來 出錯 至少 比較不會打錯 層次 因為VBA層次是這樣 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所以我的習慣 就盡量 比如說打小寫 只要變了 那表示我打對了 就這樣子 層次也盡量不會出錯 不會出錯的話 那你會發現 在寫VBA就會 越來越得心 越來越上手 越來越覺得 這東西還蠻好玩的 還蠻 蠻有意思的 可以幫助我們 做很多事情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執行它了 那執行的方式啦 當然你可以直接按一下 就全部跑完了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按F8 足航去跑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它刪除 不像說在 Excel裡面 你是按右鍵刪除 它可以 復原 VBA不行 所以如果你擔心 你刪完之後沒有的話 你可以再把工作表 複製一個 還至少可以回頭 不然的話 你連回頭的機會都沒有了 那我們試一下 所以 F8 然後呢 再來 你會發現向下追蹤到的是 1522 然後到Step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抓到 A1522 裡面是日方日期 不是 跳過 跳過就 Endif 然後 再下一個 1521 再來 是不是 不是 15 再來就151617817 16了是不是呢 16應該就是了 1516 對 有沒有 就這個 就是 A1516 裡面是不是放日期呢 它這個 邏輯 會幫你判斷一下 所以呢 判斷完結果是 True 有沒有 True意思就對了 就是它了 好 那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跳到這個裡面 做什麼呢 把Rose的 1516 怎麼樣 刪掉 那刪掉的話你會發現 這一列 就會怎麼樣呢 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這一列不見了 那下一個的話呢 它就 1515了 所以不影響 I現在等於1515 那反正刪掉嘛 它就 第五個是下面 不是上面 不影響 所以以此類推啦 剩下都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全部執行 全部跑完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就會怎麼樣呢 沒有多餘的列了 有沒有 乾乾淨淨的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會用 VBA寫的話 可能用錄製聚集 用函數 這些 無解 所以只能用 用手動 所以如果 刪除列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蠻值得學起來的 也不用背啦 反正雲端上都有範本 你不會現在是複製貼上來改 怎麼會吧 OK 做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 再來就是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 直接在這邊 讓它下載完之後 那我們就怎麼樣 在這邊再加一個 註解一下 2 那這個的話就是刪除列 刪除列 我 這邊 上面 這一段跟下面這一段 都是sub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用call的方法 就是我可以呼叫什麼呢 比如說這邊有一段城市 這邊有一段城市 那我可以到這邊 不用把這些城市搬到這邊來 直接用呼叫的 前面叫call call 刪除列 控一格 OK 那他會怎麼樣呢 等同就是 跑到這邊的時候呢 他會去幫你做完刪除列的動作 再回來 再做藍寬自動調整 就搞定第一個問題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 很多很多個sub 那你如果要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你就可以加一個叫主層次好了 那個主層次 就是call 第一個call 第二個call 第三個call 一直call 所以你會幫我之前有同學很厲害喔 他學完我這個之後 真的喔 他可以把 一個早上所有事情 全部我看到是call 因為他每一個每一個拆錢一段一段的 然後呢 他把一個早上所有要準備要找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寫成VBA 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他一個早上呢 如果以前做完了 那當然等於是說他多了很多時間 所以他其實早上就很輕鬆自在的做一些事情 泡杯咖啡嘛 找同事聊天啦 或怎麼樣 對不對 或者是再去研究一下VBA嘛 所以他會多很多時間出來 相對的我覺得他的專業啦 他的自信心啦 還有就是說他的未來發展性 我覺得都還 還蠻 蠻不錯的 看到的都是還蠻正向的比較多 而且老闆也對他越來越器重了 怎麼問你什麼你馬上就回答我了 跟其他的員工就是不一樣 OK 所以 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就刪除 請來 收聽 跟各位 有些事 在音樂 SHPE 全部